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的遊行示威集會稍微降溫一點 馬上就展開了大清算 秋後算帳不停地來 除了聲火遭到凍結以外 今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在記者會內講了三種重點 首先他宣布了三名教師遭到停職 其中一個是官校教師 另外兩名是遵校教師 另外兩名教師在被投訴後已經離職 但原因不明 先說一下官校教師到底干犯了什麼 遭受到停職 根據楊潤雄大局長所說 他說這名官立學校教師 涉及使用不當的教材遭受到停職 正享樹在考慮進一步的處理 包括考慮他是不是適合繼續擔任官校教師 這件事很有問題 其實我們作為市民也很想了解一下 到底這名官校教師他製作了什麼教材 嚴重到教育局要將他停職 你這個教育局的常任秘書長楊河培恩就說 這名官校教師已經不止一次涉及使用不當的教材 就說他所製作的教材對很多事物的價值觀 都不是普通社會道德標準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關的內容就跟政見無關 並非全部都跟近來的社會事件有關 而且有些學生也是就著有關教材作出投訴 不如這樣吧 為了顯示你這個教育局是大公無私的判斷沒有錯誤 不如你把你認為是有問題的 跟普遍社會價值觀的 不能夠接受的東西 不如放上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看看到底你這個決定是否合理的 就不要收起來 你也要接受這個社會監督的 你既然認為他那些東西不妥當 你就拿出來給我們社會看看 到底他弄了什麼東西是這麼不妥當的 就不是說學生投訴你就馬上去處理這些東西 否則你就會使得那些教師會自我審查 因為這些校本的教材 例如說那些工作址 在立法會那裡已經不停遭受到 這些新聞黨葉劉和容凱恩去追擊 就說他們的工作址是有問題的 你現在就說不是全部都跟近來的社會事件有關 不是全部而已 是否部份是有關呢 這是令社會相當擔憂的 你是不是在搞一個政治的審查 言論的審查呢 根本上你就為那些校本教材帶來了一個白色恐怖 那些教師將來還怎樣來處理那些通識科學教材呢 是不是全部都要歌頌這個偉大祖國 歌頌你特區政府才行呢 你這些事情是一定要公開交代的 而且你說那些學生投訴他就行 如果那些學生不妥當教師 不停來狗襲那些同學一起去投訴的話 那些教師豈不是窩可 還用什麼教呢 你現在是不是在搞港版文化大革命呢 有沒有這個嫌疑呢 你一定要向社會公開交代清楚的 好了 另外那兩個的遵校教師 就不知道他什麼原因被停職了 因為他都沒有說 但是他就說到 有遵貼學校的教師 曾經是被警告降職和暫停增生點的 那這些根本上就是懲罰他的嘛 是不是啊 而且你這個教師 官校教師你將他停職 其實就等於他停職了 因為根據剛才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所說 原來教師停職就不同於警察 警察停職照樣有良出 教師停職就等同停職了 就令到他生計也受到影響 好了 就說一下第二件事 他就說有13名教師是遭受到處分的 這個也是非常嚴重的 是不是啊 到底教師出了什麼問題呢 楊大局長就說 至今已經收到123宗和教育專業操守有關的投訴 而教育局也完成了74宗涉及教師專業操守的調查 其中30宗就不成立 而有13宗就已經作出了跟進的行動 包括向5名教師發出譴責信 向1名教師發出警告信 以及向7人發出勸諭信 其餘的31宗就正在考慮涉事教師的回應才再作定奪 這個楊大局長還提醒這些教師 如果他們再作出失德行為的話 局方就會考慮根據教育條例 取消他們教師的註冊 同時也是叮囑他們 不應該作出有選教師專業形象的行為 楊大局長說這些就真的不方不失德了 你經常口口聲聲說那些教師是專業失德 為什麼呢 就說大部分涉及一些不當的仇恨言論 或者是挑釁的行為 根據葉建源議員所說 他就說其實當中有一些言論 根本上就在社交平台 例如Facebook裡面 是Friends Only 即是他只是給朋友看而已 他不是給公開的人看的 他不是在公領域發言 例如打電話上電台 或者貼一些民主場連儂場 或者在學校組會發表這些言論 他只不過是一個私人的空間 那些私人的空間只有他的朋友看到而已 這些私人的空間就等同於WhatsApp的信息 或者甚至乎以前就是書信 你怎麼可以憑這些私人空間來判斷那個教師是失德的 他在Facebook裡說話 你又說他說這些所謂仇恨的言論 或者是挑釁的行為 到底你憑著一個什麼準則來判斷 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準則 他說什麼仇恨的言論 正如葉建源所說 仇恨的言論分很多種 譬如說他很憎恨一個人 譬如說他跟他的同事說 我很憎恨這個八婆 那這個算不算是仇恨 你是要有一個很客觀的準則 而且大部分的市民都是接受這套準則才行 就不能因為我要針對這些個別人士 你就判斷他 這個就是仇恨言論或者是挑釁行為 還有 你說他這些私人的空間的言行 都必須要符合專業的要求 這些他不是在公領域說的 私底下聊天也有問題 這個其實你是在鼓勵教師之間 互相監察 即是你鼓勵他們去互相築灰 將來會不會有些人 譬如說我不妥這個教師 是我同事 我不妥他 我特意裝他彈弓 偷他說出一些違反黨和國家的主旋律 包括說他批評特區政府錄他音 錄完他音之後就去匿名投訴 這樣行不行 你會不會又判斷他是專業失德 如果我是教師 看到這個情況 當然是自我審查 將那些言論 或者甚至是索性不玩Facebook 將它Deactivate 或者匿名在討論區留言就算數了 你不知道我是誰 我不知道你是誰 改成那些假名 陳大名 陳小文 絕對沒有暢所欲言的空間 這個就是製造一種白色恐怖的氛圍 當然 你這個楊河培恩大秘書長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種做法不是打壓教師的言論自由 教師表達意見的空間完全是看不到有收窄的地方 強調教師依然可以表達自己的政見 或者對政府的不滿 完全沒有問題 教育局只會就著發佈歧視或者仇恨的言論 對於那些教師作出懲處 其實你說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因為當一個人去表達政見 或者對政府表達不滿的時候 他很難免有一些情緒化的言論涉及在當中 比如說我很不喜歡林鄭月娥 我很討厭林鄭月娥等等 這一類型的言論 會不會你憑著這些片言赤語 就會將教師的言論判斷為所謂的仇恨 然後就對他作出懲處 你對他作出懲處有很多種 包括將停職 停身 或者發勸喻信 警告信 和譴責信等等 你會不會做這些行為 你會令社會很擔憂 不如你向社會 把你現在處理的13個個案 你是向社會交代 到底這位教師在網絡發表了什麼言論 以及那些言論的發佈對象 到底是什麼人 因為Facebook分為三種 一種是公開的 人都看到 所謂地球Post 一種是Friends Only 只是自己加了的朋友才看到 還有一種是Only Me 類似是寫日記 只是自己看到 你要向公眾交代 讓社會來對他評價一下 到底你教育局的懲處是否合理 你遮掩那些名字 他就不會牽涉任何私隱的問題 你要向公眾說出來 原來他們全部都是Friends Only 然後你就可以懲處他 這樣就有問題 他只是跟自己的朋友說 他不是跟學生說的 亦是他的學生看不到言論 那為什麼你要懲罰他呢 否則他連自己私隱的空間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你要公開交代這些事情 跟社會說清楚 第三個重點就是 教育局已經就著違規教師的處理安排 向著相關學校發出信件 就跟學校說 如果偏離指示的話 教育局就會逐一跟進 這些就有一點威脅的意味在那裡 就是說你不跟著指示做 我們就自己親自跟進了 就是跟不跟 都是要照抓來辦 他說如果當中有些嚴重違規教師 就會考慮根據教育條例取消他的註冊 此外這個楊大局長也提及到一件事 就說什麼呢 就說教育局建議校方暫停被捕教師的職務 他說這不是未審先判 他還說到一般可能牽涉到嚴重的罪案 例如性罪行或者嚴重暴力行為的教師 局方都會建議學校勒令他停職 以保障學生和學校的安全 喂 到底現在這些被捕教師 你是不是牽涉到警察的濫捕濫告呢 你到底有沒有逐個個案去了解 你現在建議校方暫停被捕教師的職務 你說這不是未審先判 如果出來之後 他根本是濫捕濫告的 那你怎麼辦呢 你現在將他停職 其實已經在懲罰他了 教師停職就沒有薪金出的 你根本就是想整股他 為什麼你不等到有判決的結果出來之後 你才作出你的所謂處分 如果他在這段期間被你停職 他就沒有薪金出的 但是審完之後出來原來他沒有罪 那誰還賠給他呢 那個教師不是很冤枉嗎 很多情況都是濫暴濫告的 你知道嗎 楊大局長 一邊就在這裏發誣謊在記者會那裏 還以一個最高的道德標準來處理其他人 就說別人失德這件事 你查清楚了嗎 是不是 這些被捕教師有多少個真是干犯了罪行 定了罪沒有 未定罪的話 你怎麼能夠建議停職呢 那你不就是先在這裏懲罰他 好了 還有一件事你舉個例子 就說如果涉及一些嚴重罪案 例如性罪行或者嚴重暴力的行為 那就建議他停職 大哥 現在的教師是不是牽涉這些罪行 你有沒有逐個個案去審視清楚 不如我經常都說 你為什麼不和盤托出 將整個教師 你認為他是有問題的 你認為他是失德的 你遮了他的名字 將你認為他們失德的行為 或者言論擺出來 給社會來討論一下 鑑上一下 到底你的判斷是不是正確 還是有針對性 讓社會來判斷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所謂判斷 很多都是有問題的 說得不清楚 一塌糊塗 希望那些教師自求多福 小心至上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